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波 今天呢 我們在台南的青年路上 而且我在二樓 就在青年路的7.7上面而已 今天呢 有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企劃 因為我個人啊 想要嘗試一些 探索台南跟人家不一樣的 譬如說消費模式 或是說一些消費空間 今天呢 來 我在保國衛冥 你呢 不是要拍什麼保安錄啊什麼 不是喔 今天呢 我們要開箱一個超級厲害的 叫做漫畫店 因為其實呢 大家都知道網咖網咖 現在很多都可以什麼 可以在那邊過夜啦 洗澡啦 今天這間漫畫店居然也有洗澡的功能 而且裡面啊 它的餐點超像網咖的 今天呢 我們就來稍微開箱一下 然後體驗一下 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然後呢 順便回味一下 我小時候會常看的漫畫 蠟筆小新啊 然後小叮噹啊 講小叮噹 是不是脫落我年紀了呢 不對 是哆啦A夢 OK 那今天呢 我們就去稍微體驗一下 到底裡面有什麼樣的設施 我們今天訂的是 四小時五百塊的一個雙人的包間 然後呢 它也有一些就是比較一般的 就是你可以坐下來 然後就是租書看的 齁 外鋪的空間 那今天就跟著我一起去看看 這一家 保國未民漫畫店吧 Let's go Early morning Trying hard to get out of there She remembers All the crazy little things she said Get a move on Gotta be one step ahead On your feet now Wondering where the road had led And it's one more minute And you feel you're in it 好了 我們進來到我們的包間了齁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其實螢幕蠻高級的 它是曲面的螢幕 然後外面啊 你只要是在 這個空間的包廂你租了 外面的漫畫隨便你看 所以等一下我就要出去挑漫畫了 但是呢 我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就是有一個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是你租漫畫的錢而已 然後還有對面 我們這一排是雙人的 這種一間一間 但是對面呢 有一個是很像那個 那個外面什麼青年旅社那種 就是拉一個拉臉 然後你如果真的單純要休息的話 我覺得對面那一個也不錯 那個價格我沒有記 因為今天是來體驗的啦 對面那個價格 我等一下再查給你們 這一間呢就是480塊 4個小時 所以一個小時算120 然後還有衛浴 等一下我們帶大家去看一下衛浴 然後外部的空間 我覺得走到還蠻寬敞的 蠻舒服的 再來冷氣很夠強 然後還會給你這個杯子 你就可以去裝飲料 你去裝飲料 然後呢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優點 其實我覺得它隔音算還不錯喔 就是整條這樣走進來 其實大家有一些可能有聊天的聲音 可是都不會互相干擾到 還不錯還不錯還不錯 然後呢 這個床呢 我必須老實跟你講 它就是沙發 你有坐過沙發的那種感覺 所以說這個 如果你躺著 可能會偏比較熱一點點 你也可以租毯子 也可以跟它租毯子 一條一百塊 你就可以在這邊稍微休息 睡覺一下 然後你可能有在 中西區這邊走一走 然後走到青年路附近 想要休息一下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選擇 可以來看看 好那待會呢 等一下呢 我們就去點一些 他們的餐點 因為我剛講 其實我今天的重點 就是來看它的餐點 還有它有什麼漫畫 那我們就來體驗一下吧 好的我現在要小聲一點 因為我們來到戶外區 就是它放漫畫的地方 這個戶外區我覺得很棒 你看 有這種長桌 然後後面還有那種小小的 就是沙發式的 這邊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蠻舒服的耶 這裡其實 整個氛圍我覺得蠻不錯的 唉唷 這個漫畫 回憶回憶 降態的壽司你看 對 多來了 不過我必須說啦 就是我們小時候到漫畫店 這些我們都不屑於顧啦 我們都會問那個 顧櫃檯的那個 哥哥姐姐說 今天有沒有Special的新貨 然後那個很貴喔 這個如果租一本 六塊錢八塊錢 我們那個時候租那一本要三十塊錢 那你就知道那個三十塊錢是什麼 好 並沒有 那個打開 哇 哇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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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飲料區 拿一下我杯子 它飲料其實蠻多的 大概有八種 然後五糖的啊 果汁啊 然後 紅茶啊 滿完整的 還不錯 那等一下我們倒倒飲料 我們來看一下 電腦裡面有什麼遊戲 還有它的餐點 我們待會見 可是 可是很奇怪 我沒有看到的那種 色色的部分 應該要找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注意看這個中年男子想色色 這裡好像沒有色色的 好了好了沒有人沒有人 我們來看一下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就是你只要買淋浴包 五十塊 然後就是你在裡面的時間 任喜 你愛怎麼喜 就怎麼喜 五十塊而已 然後剛才我講的那個毯子啊 是三十塊 我記錯了不是幾八塊 是三十塊 可是我覺得有點小缺點就是 他們有色色的漫畫 如果有色色的漫畫的話 我覺得分數就會 超過一百分 聽你那麼說 你很有齁 點一些東西好不好 我們試試看它裡面的東西 有沒有像網咖那麼厲害 我們回去點贊 GO 好的我們回到我們的 小小的包廂了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是五星好評就送一個奶酥 他奶酥三十塊 我覺得也不算太貴 但是我覺得網咖就是這個價錢 然後為了當個稱職的肥仔 所以我弄了肥仔快樂水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餐點有什麼 我個人會點一個它的那個鹹酥機來試試看 我說真的這種地方齁 除了泡麵之外另外一個是什麼 水餃 水餃非常的重要 好大家看一下我現在就是坐在這個 床上然後直接旁邊就是電腦 這樣打電腦 所以說我說它的空間感上 就不是那種那麼那麼電競的網咖的概念 但是它就是一個舒適的空間 我覺得還不錯 目前這樣感受起來還不錯 必須講的是它還不錯 它是用曲面螢幕 你看它是曲面的螢幕 所以眼睛的舒適度算是蠻好的 那我們就開始點餐 等一下跟你分享一下他們家的餐點吧 我點了一個他們家的乾拌麵 然後一個水餃 然後一個鹹酥雞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我們都沒有去點什麼 湯湯水水的東西 因為你一定是一邊一手看漫畫 一手拿這些東西吃 所以你如果那個湯湯水水的其實很不方便 那我們來試一下他們的鹹酥雞好了 其實炸的還蠻不錯的 看起來不錯 然後蘸個番茄醬 很香耶 可以吸引了嗎 大的 來一個來一個來一個 水水嫩嫩的 好吃耶 好吃 好吃 好險我們是點這個 我們不是點50塊的薯條 對 可以這65塊給過 甚至是我覺得跟它的厚片一樣 超過65塊的價值 怎樣 它是這種乾拌麵 我來拌一下 其實它這個也很香耶 什麼巷口乾麵那一種吧 還有一個麻油香 60塊錢 我覺得可以 乾麵面是好吃的 可是這個罐碗 太硬了 不管是錢櫃 不管是掉蝦場 不管是網咖 水餃給它點下去 它挑水餃的眼光 就代表這一間的sense 可是我說真的 這個75塊 可是 它有16顆 而且它的料很多 對 它是皮薄 然後 感覺是線多的喔 它料真的很多 可以 是有味道的 然後沒有豬肉腥 因為有些冷凍會有豬肉腥味 最近的廚房算蠻厲害的 餐點我個人 目前是給它蠻高的評價 那我們等一下就體驗一下 最後再跟大家做一個 整個結尾 好的 我們體驗完寶國衛名這個 漫畫書店啊 它的優點呢 我講真的 空間真的是非常的舒適 明亮 乾淨 這個真的是我們非常非常認可的 食物的話 我大概幫你排名一下 我們吃到了四個 好 第一名 鹹酥雞 第二名是它的 厚片 厚片真的是蠻好吃的 第三名呢 就是它的水餃 那麵類呢 或是泡麵類呢 我覺得就是一般吃得到的口味啦 那大家就 自己去斟酌 斟酌你喜歡的 然後再去選購 那價位上 就大概跟網咖的價位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是一對情侶的話 我說真的 我比較推薦大家在公共空間啊 它的兩人包間裡面是沒有椅子的 所以你要看漫畫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有一點小小的不方便 但是單人包間 我們有稍微看到 人家開門的時候偷看到 它是有椅子的 如果你要舒舒服服看漫畫的話 我個人會推薦就是 公共空間 然後或是單人包間 都是很舒服的 然後公共空間就是 一個小時四十塊 然後最少要買兩個小時 所以第一小時八十 如果你是單人的一個包間的話 大概是一百二十塊 好的 身為一個知識型YouTuber呢 有去幫大家挖掘到了 這裡是可以色色的 我們講的不是你可以做色色的行為 是它有十八鏡專區啦 好不好 喜歡看類似像這樣的漫畫 在這裡也是找得到的 OK 想要找一些色色的知識 這裡也是可以得到的喔 好不好 好 那如果你是一對情侶 然後想要就是兩個人 好好的殘免一下 那這裡我個人說真的 就沒有那麼推薦 很值得大家來嘗試看看 然後在這邊休息 是很舒服的 那如果你也是喜歡看漫畫啊 或是說想要來體驗一下 不同的娛樂方式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寶國慧民推薦給你 好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讚分享 訂閱我們YouTube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可是看起來很像 就是我看完色色的東西 喝色色不色色嗎 欸 是不是 你沒有喝過有性能味的色色嗎 超猛 超猛